這次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 這次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 這個電影裡面有一個比較不同的地方 其實我用了食物去代表角色 波羅蜜蜜蜜就是向維新 我在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裡面 飾演的是向維新 然後這個故事就是他的 吃貨奇幻旅程 就是愛情的萌芽 謝謝 我們明天要還 沒關係啊 才五塊 謝謝 拜拜 那維新就是一個覺得可能平凡 可是其實如果你仔細看 他台詞也有講 就像波羅蜜蜜蜜蜜蜜 其實他是個好看的 然後他吃起來會有飽足感 當一個這樣的人就好啦 那桃柚群是飯糰 飯糰的話就是一個他從小奶奶給他的 一個溫暖的記憶 他其實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然後飯糰裡面可以變出非常多的巧思 你要吃嗎 謝謝 去那飯糰很厲害 嗯 看得很不錯耶 嗯 我看了嗎 其實這個電影大部分都是跟李牧拍戲 雖然我也很愛 我很愛跟他拍戲 但 但宿舍呢 是我最愛的朋友開玩笑 但宿舍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很放鬆 然後也讓我整個人很進入高中的這個狀態 然後江陽元素就是一個 要完美比例 什麼事都要剛剛好 所以只要我一直努力的 去在這個比例裡面去做我會做的事 比如說我每天就是送一個奶茶給香薇欣 我故意持之以恆的 這一年 用這個奶茶來表達我的喜歡 應該就會得到回饋 這是他想 這搞不定喔 這不是給你喝的啦 在戲裡面 袁碩是會自己泡奶茶 然後去送給他心意的女孩子 但現實中 我可能就是會買現成的 然後方啟然是優格 因為他好學生 還有是任務室的社長 他覺得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在他自己的掌控內 但偏偏情感做不到 然後在他心裡其實一直有一個 位置是屬於他的初戀 所以這是為什麼他都沒有收 其他人的禮物這樣 所以我覺得有很多不一樣面的我 大家都還沒看到 所以我覺得透過戲劇 是一個很棒的方式 讓大家看到一個另外一面的我 不管是你們有一個感情 有另外一半還是沒有 我相信你們看完呢 我們都會對愛情有一個新的希望與後 好的 請大家一定要看 我吃要男孩一整年的早餐子的電影 因為是我第一次演電影